1998年5月,印尼大学生力求改革而发起的示威运动已经到达了白热化阶段,但这场运动所带来的后果却是极为惨重的,大学生陆续遭遇枪杀之后,针对华裔族群的社会暴乱就此开始了。 仅在三天之内,印尼亚加达等多个地区就发生了严重的骚乱,数千名暴徒火烧办公大楼,烧杀抢掠华裔群体,一时之间整座城市变成了一个死亡之城,严惩凶犯,我们要正义。 针对此次排华暴行行为,数千名美国华人华侨来到华盛顿的印度尼西亚驻美使馆前示威集会,并愤怒地喊着牵着口号,而中方外交部针对此事,在例行记者会上一再表示应该停止疯狂行动,但值得注意的是,我方的确采取了一系列制止手段,可自始至终都未出兵解决,那么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以始未尽,可以知心替,以人未尽,可以明得失,欢迎订阅老海说时。 1998年的8月8日上午,整个华盛顿的印度尼西亚驻美使馆门前,贝维德水泄不通,集会者大都市美国的华人华侨,人数一度高达三千多名。 而不久之前,他们的同胞在印尼雅加达等多个地区受到严重的屠杀。 自从同年的5月13日开始,整个雅加达就变成了一座死亡之城,哀嚎遍野。 数千名暴徒手持戾气呼喊着冲上街头,对于本次的排华行动他们皆呈现出了兴奋的状态, 很快各个办公大楼、住宅和商店等全都被焚烧殆尽。 根据情况来看,这些印尼暴徒是十分有组织并且针对性地对华裔进行烧杀抢掠, 短短三天不到的时间,就有五千多间华人商店和私人住宅被摧毁。 最令人感到发指的是,印尼暴徒甚至在光天化日之下对数百名华人妇女进行凌辱。 根据妇女组织后来的统计显示,三天时间之内多达三百多名华人妇女遭到迫害, 他们甚至连女童都不放过。 截止到1998年5月15日,多达一千二百多人在整场骚乱中丧生, 华裔群体在暴徒的迫害之下备受摧残,印尼暴徒的行为简直令人愤恨。 事情发生以后,印度全国人权委员会以及人权志愿者组织对此事进行了调查, 并最终认定此次排华行动完全就是在有组织,有预谋的背景之下进行的。 根据后来华人回忆,那些印尼暴徒大多数都剪着军人的发型。 如此一来,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本次排华行动完全就是团体煽动,甚至和国家都有着密切的关联。 可是前期声讨并没有迎来确切的结果,直到数百名示威者代表相继签署了抗议信, 中国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上大力声讨后,才算推动了事件的进展。 很快,纽约时报针对此事发表了多篇声明,是想在历史逐渐进入21世纪时, 却发生了类似于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残忍屠杀人类的行为,怎能不让人感到震惊且气愤呢? 但英米武装部队总司令部组成的联合小组所提交的报告却顾左右而言它, 明显有淡化和遮掩真相的痕迹,包括其公布的伤亡总数, 与全国人权委员会发表的声明也相差极大。 由此不得不让人深思,本次排华行动力度之大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而若论及这个问题的答案,还得将目光聚焦在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第二任总统苏哈托身上。 1965年10月8日,中国驻雅加达总领事馆门前涌进了很多印尼人士, 这些暴徒有针对性地将署名反共运动的反华传单,贴在了领事馆的门前。 甚至这些暴徒还大言不惭地声称,印尼之所以会发生930运动, 全都是中国在背后导演,并指责中方对印度尼西亚的共产党进行了武装, 还要断绝与中国的外交关系。 此件事情闹得沸沸扬扬,印尼军人集团污蔑中国参与策划, 并支持该国事变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 而整件事情的起始点还得倒回到同年9月份。 自从印尼共和国独立之后, 印尼总统苏加诺就改变了以往的政治走向, 决定在国防上奉行反帝反制立场。 在与社会主义国家加强合作之时, 也导致国内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 在执政的多年期间, 苏加诺一直费尽全力扶持印尼共产党, 由此陆军中的右势力自是非常怨恨此种行为, 从1965年9月底, 多达40名陆军高官就对政变一事, 秘密召开过多次会议。 虽然苏加诺当年有意维持极权独裁体制, 可更像是文人革命家的他, 却从来没有涉足过军界, 因此难以去打造属于自己的嫡系武装, 这也导致了之后自己在执政路上被动的无奈。 1965年9月30日, 在全面部署之下, 苏哈托召开了参谋部会议, 企图用暴力手段去推翻苏加诺政府, 夺得国家政权, 当晚苏哈托的印尼陆军就占领了电讯局等多个重要场所。 虽然苏加诺政府面对政变极力反抗, 可最后苏哈托还是成功掌握了主动权, 这一改变不仅深深影响着印尼国内的格局, 更殃及到了华人的处境, 一时之间全国都掀起了反华逆流。 1965年10月16日, 印度武装部队士兵在苏哈托的授意之下, 肆无忌惮地冲入中国大使馆, 并对使馆人员进行强行搜查, 此种行为不仅侵犯了人权, 更打破了两国原本和平的相处模式。 此人之后, 苏加诺也召开了全国五位一体成员会议, 明确表示中国同印度尼西亚的关系是牢靠且健康的, 但这并没有遏制住印尼军人集团煽动的排华运动。 毕竟印尼军人的领头人苏哈托就已经认定, 苏加诺政府多年来一直得到中国的支持, 眼见着推翻了苏加诺的所有政权, 也势必会殃及吃鱼对华人进行排挤和打压。 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 从10月21日起, 原本的排挤行为变得越来越肆无忌惮, 印尼暴徒走进华侨商店, 住宅大肆抢劫财物, 他们兴奋地高喊着反华口号, 肆意地凌辱印尼华侨。 本以为1965年的残杀华侨行为就已经够令人发指了, 可1966年排华运动却再次升级, 因为印尼政权的移交, 苏哈托得到实权后, 反而对华侨的攻击行为变得更加具有系统性和组织性。 1966年3月18日, 几乎所有的中国外交人员和新闻工作者都被驱逐出了印尼。 整个大使馆在右翼组织成员的破坏之下, 几乎变成了一片废墟。 而根据1966年远东经济评论和美国《生活》杂志的报道来看, 1966到1967年之间, 在印尼被杀害的华人总数前前后后一度高达数十万, 这无疑是个触目惊心的数字。 只是让人万万没想到, 多年以后, 悲剧却再次上演1998年爆发的黑色五月暴动而引发的大屠杀, 同样和苏氏家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1997年5月, 苏哈托在印度尼西亚举行的第七次大选中再次胜出。 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当选总统, 同年7月份东南亚国家爆发的金融危机, 为其带来了灭顶之灾。 1997年, 印尼受到了亚洲金融危机的重创, 持续了长达30年的繁荣在一夜之间毁于一旦, 燃油和粮油价格的暴涨, 以及本币的暴跌使国内民众怨声载道。 可是苏氏家族和军方内部的一些人, 为了恢复国内经济的不景气和转移民众, 重的视线再次采用了和1965年同样的卑鄙手段, 那就是挑动种族矛盾从残害华人的行为当中获利。 其中苏哈托的女婿, 以及作为陆军战略后备部队司令的普拉伯沃, 成为了黑色五月暴动的最大推动者。 当然苏哈托也扮演着重要角色, 这个所谓的变革运动再次让印尼华人遭到了巨大灾难。 但令人感到疑惑的是, 无论是1955年发生的印尼排华运动, 还是1998年爆发的黑色五月暴动, 其伤亡人数皆令人震惊不已, 可中方自始至终都没有采取出兵的方式进行解决。 而着眼于两次屠杀原由来看, 其性质都是极为复杂的。 中方不出手, 其中的原因也涉及到了多个方面。 1965年8月5日, 国民党海军巡防第二舰队悄然从台湾左营港隐蔽出航, 时至傍晚便到达了福建省东山岛海域, 其目的就是想要向大陆输送武装特务。 当解放军海军南海舰队察觉以后, 立马制定了击破作战方案, 其中包括41大队高速护卫舰四艘, 以及161号炮舰和快艇11大队鱼雷艇, 共同参与了本次行动。 在对抗当中, 解放军海军舰队冒着密集的炮火, 高速接近目标, 前后两次抵近射击。 在艰难的抵抗中, 才将国民党派出的剑门号和小型前剑张江号双双击沉。 本次战斗前前后后, 共经历了12个小时, 虽然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后, 人民解放军取得的一次重大的海上歼灭战斗的胜利, 但付出的代价也同样十分沉重。 然而八六海战也从侧面反映出, 台海局势当年极不稳定, 中华人民解放军的海军力量在这次对抗当中, 同样受到了打击, 可偏偏第一次印尼排华事件就发生在这个关键时刻。 这也就意味着, 哪怕当时我国有心对印尼的暴行进行制止, 但并不强悍的综合实力难以稳操胜券, 去赢得双方交战后的胜利, 更无法保证战斗过程中所产生的难以预测的意外。 出兵印尼确实能够显现出中国的硬气, 但一旦战争爆发, 更多的民众同样也会受到波及, 因此综合考量之下, 1965年的排华事件中方并未出兵, 这也是第一个重大原因。 随着时间的发展, 到1998年, 中国的综合实力无论各个方面都得到了提升, 按理来说, 面对黑色五月暴动怎么着也不能坐以待毙了。 但结果却与大众的想法恰恰相反。 当1998年惨绝人寰针对华人暴乱的行动发生以后, 在全世界都掀起了轩然大波, 无数国人也在义愤填膺地等着政府出兵解救, 但原本的期望渐渐转为了埋怨声。 值得注意的是, 这一次不出兵的原因并不是综合实力不允许, 而是受限于印尼华人复杂的身份, 因为很多印尼华人迁徙的时间较长, 随着年月的叠加, 大多数人都加入了印尼国籍。 这也就意味着, 在印尼的很多华人甚至都拥有一双重国籍。 仿佛看起来这是一个很高大上的身份, 但偏偏这也是被印尼暴徒和军人集团拿捏的一个借口。 要知道, 纵使苏氏家族在强大, 可也不敢太明目张胆地以迫害别国民众的生命来获取利益, 国际舆论所带来的影响就足够喝上一壶, 可偏偏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打着改革自己国家的名号。 这也就意味着, 本次排华事件更多的是属于印尼的内政问题, 毕竟印尼学生游行视为要求变革同样遭到了不公正对待, 基于这些事实, 我国不能轻举妄动。 在此之前国与国之间所应该秉承的五项基本原则, 已经被视为了各国之间必须奉行的准则, 里面明显标注着各国互不干涉内政, 这才导致本次排华事件的性质牵连甚广。 可中方不出兵并不代表着坐以待毙, 除了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上一再针对排华事件, 做出控诉及施加压力以外, 我国也在以实际行动去挽救真正的中国公民。 中国政府主要采用的方法就是揭桥, 包括1965年发生的排华事件, 政府就曾前前后后四次派遣光华轮接民众回国。 纵使印尼方面不情不愿, 可中国政府依然以此种方式维护了数千名群众。 1998年黑色五月暴动不仅对华人来说是惨重的, 有着屠夫, 支撑的苏哈托同样在坐了三十年之久的总统位置上退了下来, 由此整个苏式家族也彻底土崩瓦解了。 包括至今, 由于印尼经受了长期的动荡和沉沦, 始终难以摆脱绝望国家的状态, 虽然在近些年来也一直在实行所谓的新的政治体制, 可并没有完全恢复元气。 着眼于历史, 让人不得不惋惜曾经在暴乱中失去生命的华人群体。 由此, 也更能让人看出一个国家弱小时, 究竟会面临着怎样的压迫和残害。 历史不能忘也不敢忘, 基于过往的种种被打压的事实, 中方才有决心打造更为强大的局面, 唯有如此才能在国际上迎来话语权, 保障人民的权益, 而当下的中国无意已经做到了。 山高路远, 更大的发展和更完备的体系永远在前面, 创造和发展是无止境的, 在真实和平, 铭记历史的同时, 从战火中走出来的中国民众定会迎来更为耀眼夺目的未来。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本期的视频, 在下方点个赞或者订阅频道, 如果有什么建议就在下方留言吧。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吧。